今天vlog应该是一个陪小李刺青的vlog 跟你好笑 跟你好笑 真的好笑 狗狗拉毛 我终于到杭州了 要坐车去找小李了 小李现在在我们杭州工作室里面等着我 然后那个已经装修好了 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拍超乱超乱 但是这一次他说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让我去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这个天都黑了能拍出来吗 我好紧张啊 我的天啊 我才紧张 到了到了到了 我好紧张我好紧张 我要开门了 我靠哇 露得这么烦啊我的天啊 我还有台钢琴 我的天去康衍 搞得真的好像那么回事啊 我先走进这个地方看哦 还有个disco球我的天 这个好好看 这个拍写真真的很好看 这个地方是还有个镜子啥的 这里 这里应该是一个拍日式照片的地方 然后这间房间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来开灯看一下 哇 这个你自己扎的墙 不要给你看了这个 这个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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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 BABY 你這個應該就是拎著那個包這樣甩的 嗯 對 拎著那個包這樣甩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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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琳 贵琳真的好热 今天24度 今天Vlog应该是一个陪小李刺青的Vlog 这个总不但是刺身吧 晚上去吃日料嘛 我有点想吃刺身 就是自玩刺青 吃刺身 哇 这画得好好啊 是谁画的呢 是你 是我 我现在已经在纹身店里了 其实不是我纹身 是她 我只是一个在纹身店里喝奶茶的 喝奶茶的 一点点的围观群众 说到纹身 有一位网友 就把我画的图案纹在自己手臂上面 然后这才是我们网店后来 正品做纹身贴的契机 我其实一直挺想纹身的 但是我是一个 怕疼的 对 超怕疼 真的很疼啊 到时候录你 我是一个超级怕疼的人 我就是因为太怕痛了 然后连耳洞都没打 但是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我去开了双眼皮 真的超痛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对 虽然这个眼睛很好看吧 但是我不会再去开了 但是我不会再去开了 一米假 一米六 对 一米六一 一米六一 可是我也一米六了 已经一米五了 转波那尔的便宜 高 客气痛 ли 超嘘 我手都麻掉了 感觉 broker wys 老 niño 在